2011年3月11日 日本福岛发生河蟹漏事故 那段时间不少人都感觉不适 电视台邀请我讲一讲如何饮食调养 我建议用鱼心草 你不要看它普普通通啊 实际上中医应用鱼心草来治病 已经用了两千多年 所以对于中医来说 我们也认为它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植物 凡是经过我宣传鱼心草神奇功效之后 大多数的人都爱吃鱼心草了 不爱吃的人 它也是捏着鼻子要让自己喝下去 到这边来看一下 它到底有什么功效 我们这里边就是神奇的鱼心草 它都有些什么样神奇的功效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主题 对了 铐腐射 鱼心草为什么可以达到 因为我们中医传统也是用它来解毒 所以鱼心草对于解热毒是特别的有效 而辐射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照射能 它也是一种热毒 它就是一种非常极端非常可怕的热毒 所以如果我们长期的用鱼心草给病人吃的话 它就能够帮助它把这个热毒给排出来 血液干净了以后 那自然身体就好转了 太神奇了 那我们怎么来吃才能够起到最好的抗辐射的效果 还有叶子有根 根就是凉拌的吃 还是炒肉或者是怎么怎么吃 抗辐射你应该说是怎么吃都可以 但是抗辐射你必须要长年坚持地服用才可以 那么我推荐大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喝鱼心草茶 鱼心草茶你就要用鱼心草的干品泡开水来喝 你带到办公室每天喝一点 它就能帮助你抗辐射了 节目播出后 电视台接到电话 说有中医研究所也在长期研究鱼心草在这方面的作用 并且实验证实确实是有效的 最近日本宣布要正式将福岛核污染水排海 我们无法判断到底会有多大影响 不过凡事未雨绸缪总是没错 对于生活中各种有害辐射 我们帮助身体来清洁 饮食中多加点鱼心草 可能会有帮助